國內的一些不滿的 這個削弱實驗上面 或許有一些目的這樣 那這個以外 還有四大疆的問題 以外還有前總統的時候 前大統領時期已經朝野 都已經得到共識的一個 首都的移轉計畫 那個也是最近韓國執政黨內部 就有內部鬥爭的一個議題 這個議題也是非常帶來李明博政權困擾 那這個也是可能同樣的一些 這個反對聲浪的增加上面 所以崔老師你的解讀就是說 南韓就算不是蓄意挑釁 但是他也不可能忍氣吞聲 然後讓這個事態就是被欺負 他不可能不緩急 因為如果這件事情 真的所謂的區域緊張的話 對於轉移民眾 對南韓總統李明博的不滿 應該會有所幫助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蔡老師等於說 南韓也不太可能就就此罷休 北韓算一算 對自己也有一些幫助 會不會插槍走火 然後火勢一燒不可收拾 首先我們來看說 為什麼這次南韓那麼緊張 請主持人看 那個第一張的那個圖 是 第一張的那個圖 其實我們從這個圖 我們來去看 其實那個NLL 那個所謂的環海的界線 其實以南北韓來講 其實對南韓來講是比較不利的 為什麼 因為它離南韓的人川機場 然後還有離首爾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近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次南韓 它的反應這麼過度 所以其實南韓它非常非常的重視 這條線 因為這條線是非常非常接近 南韓人口非常密集的一個精華區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這次南韓 它的反應 那麼大 對 那反而我們來看看北韓 它離平壤 其實非常非常的一個遙遠 所以這個界線來講 這也就是為什麼南韓 這次反應這麼過度 那至於說南韓政府 有沒有利用這個事件 有沒有擴大這樣子的一個事件 這一次其實我們來看 從整個一個結果來去看 其實南韓跟北韓 如果我們不要講陸軍 其實以海軍來講 兩個國家之間的一個 一個那個什麼武器的一個差距 其實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來看看這個報導 就是說南韓這一次的 北韓的這次的武器 都還是六零年代七零年代 這跟那個南韓 他拿到那個美國現在的一個高科技的 這個武器來講 來那個差距 其實是非常非常大 這就是為什麼剛剛主持人一開始講說 為什麼這一次 那個北韓 它的是那個八十五厘米的 然後南韓是四十厘米的 那為什麼南韓還能夠打贏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是是是 不過郭國民我們要請教一下 我們如果整理一下 兩韓的衝突時 說真的絕大部分都是北韓去挑釁南韓 當然也有南韓去反擊 我們來看看 1968年的時候 北韓突襲隊打算要行刺南韓的大統領 普正熙 然後普正熙沒事 但是三十二個人被殺了 然後呢一九七四年的時候 北韓的特務也要再次打算要暗殺普正熙 還是沒事 可是第一夫人被殺掉了 八三年的時候 北韓特務在南韓總統全斗煥 訪問緬甸的時候 裝了一個炸彈 二十個官員被炸死掉 一九八七年的時候 北韓特務破壞了韓國航空 緬甸上空爆炸一百一十五個人 擬難 一九九八年的時候 南韓反擊的 擊沉了北韓的間諜船 這個是間諜船 換句話說 他是要來刺探軍情的 然後北韓一個人死亡 九九年的時候 黃海分界 就是這幾次在黃海上的一些交戰 南韓沒有傷亡 北韓一條船沉沒 然後零二年的時候 黃海再度發生爭執 一直到昨天要發生第三次的 這樣子一個衝突 可是如果剛剛照您跟那個蔡老師的說法 就是說北韓好像有一點 自不量力 像超面子在人家的港 南韓的軍隊比他大很多 他為什麼老師要這樣挑釁 挑釁對他到底能達到什麼好處 打不贏的人 是這樣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北韓出了所謂的正規軍 所謂陸海空三軍之外 他們其實才有一支 很 比較 戰力比較強 其實就是所謂的特戰部隊 那這個報 這個報 沒有列出來所謂的地道戰 他們在一九八零一九九年 他們南韓發現很多 怎麼一些地道 直接通到漢城去了 那時候還叫漢城 這個我們發生所謂的 所謂第一 第二地道 那這些所謂的第一 第二地道 就慢慢除了冷戰結束 慢慢被開發成所謂的軍事景點 變成一個參觀的 一個遊客參觀的重點 那我們再看這張圖片 這張是在所謂的 韓國東邊的江陵 這是一九九六年的時候 北韓利用所謂的小潛艇 入侵到所謂的 韓國東邊的江陵 後來一樣是被所謂的 南海軍隊所謂的 違建跟集成 那後來南韓呢 他們就把這艘潛水艇 給它吊起來 把它擺在當地 叫做所謂的 江陵統一公園 以此來警惕所謂的南海人民說 不要忘記的 上面還有一個北韓在威脅 那其實所謂的 當然所謂的他的軍費 我們可以從軍費支出來看 所謂的南北韓的差距 那一般來講 北韓的軍事支出 每年度大概所謂的一百二十億美元左右 那南海的軍費支出 他就比較多 對不起說說 北韓大概十二億美元 那南海差不多十倍 那這個表現在他所謂的 不管是軍事裝備 還有人員的訓練上 那固然說 北韓的裝備比較弱 沒有錯 可是我們不要 不要忽視他所謂的特戰兵力 這個是我們常常比較看到的 不過目前來講 隨著所謂的冷戰結束 他們能使用的 這種所謂的特戰兵力 會越來越少 我們剛開始從一九六八年 親自韓國元首 那後來 我們後來南韓改編一部電影 叫石尾島風雨 一九 所謂到一九七年代 也還在幹這種事 然後一九八年代 開始炸所謂的客機 然後到了一九九九年 二零一二年 就開始所謂的小規模的東海海戰 我們簡直知道第一次跟第二次東海海戰好了 那這算是第三次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脈絡來看 其實北韓它所謂動用 所謂的不管是正規部隊 或是所謂特戰部隊 他們的使用頻率會越來越少 不過我比較擔心的就是 他們還會使用所謂的所謂的彈道飛彈 彈道飛彈所謂比較麻煩 就是我們可以從這張圖片來看 你看雖然說 你看它的射程圖 雖然說它的射程圖 它雖然說是所謂的短程飛彈 不管是所謂的飛雲飛彈 或是所謂的盧洞 盧洞一號 或所謂大浦洞一型的飛彈 它射程對多到一千五百公里到三千公里 可是實際上呢 對整個南潭 打到首爾 臭臭有盈 對 都已經夠了 它甚至其實不用到所謂的彈道飛彈 它只要譬如所謂的 我們傳統的拖曳火炮 長程的火炮 擺在漢江那邊 就可以打到 可是大都會來 對 我更納悶的是說 大家最擔心的是那個核武 他會不會最後惹到他毛了之後 他乾脆用核武來對付他的兄弟南韓 那我就要請教崔老師 我們一直無法理解 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這節目還在談所謂的柏林圍牆 拆除滿二十週年 所謂的和平 或者是也許原本分裂的國家 核為一是所謂的一個趨勢 可是我們怎麼都無法了解 南韓跟北韓 就算他們想要彼此自己獨立自治好了 也不需要搞到那種長期的軍事政治上 那麼你死我活的敵對狀態 可是另外我再請教一下 顏老師 剛我們談到歐巴馬 歐巴馬可能接下來訪問亞洲 是全世界最關心矚目的焦點 大家想說歐巴馬這次的行動會不會改變亞洲 包括日本 中國以及兩韓之間的一些關係 我們來看看十三號 十四號 今天是十一號 在兩天之後先到日本 然後會晤天皇以及首相舊山尤基夫 可能要談什麼呢 美軍從琉球撤退的這個問題 或者是美日安保 美日關係如何再繼續發展 或者是到底日本要不要出五十億的美金 來去援助阿富汗重建 這個是很關鍵的議題 然後呢 他要到新加坡會晤了李顯榮新總理 新加坡的總理 還有俄羅斯的總統 印尼的總統 還有東南亞國協的各國領袖 也許連戰那個時候會跟歐巴馬碰上面 希望是 談什麼呢 主要是APEC 亞太區域的合作 全球的平衡跟永續 全球暖化這些問題 再接下來 臺灣會很關心的 他去中國 看了吳景濤跟溫家寶之後 到底怎麼談 會不會談到臺灣問題 或者是中國跟美國的貨幣 匯率的問題 或者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問題 氣候變遷的問題 反核擴散問題 以及臺灣以及人權議題的部分 最後一站到南韓去 所以我想問的就是說 到底歐巴馬這一次的行程 對於亞洲 臺灣 中國 乃至於南北韓的未來會發生什麼改變 我們先來看看歐巴馬訪問亞洲 究竟會帶來什麼影響 美國總統歐巴馬上任後的首次亞洲訪問 即將在這個月十三日從日本展開 並將參加在新加坡舉行的APEC 接著再到中國上海北京 最後一站則是在南韓 歐巴馬從小在 求學 日本還有個歐巴馬小鎮 和亞洲國家淵源頗生 但他這次的出訪卻是行前狀況不斷 先是因為歐巴馬臨時決定 為了參加胡德堡基地的追思活動 把日本行程延後一天 並取消跟天皇的會面 而被日本媒體批評是不禮貌 加上最近雙方為了沖繩普天堅基地 遷移的問題鬧得不太愉快 外界都在看美日峰會究竟還能不能談出結果 至於一再被視為亞洲最大威脅的北韓 歐巴馬曾經因為北韓試射飛彈而嚴厲譴責 國際間因此展開對北韓的制裁行動 美國與北韓間的關係陷入最低點 但隨著美國前總統克里頓 順利營救兩名美國記者後 兩國關係稍微緩解 但沒想到就在昨天 南北韓在黃海上短暫交火 由於北韓問題將是歐巴馬